台湾你后面有地方法院 第一省管辖法院 他说这个已经足够明确了 至于具体台湾地区哪一个法院来管呢 他说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以后 可以根据台湾地区的这个民事诉讼的法律 向有管辖权的那个台湾地方法院来 提起诉讼 所以呢这个是 可被确定 具有确定性 尽管没有明确写是哪一家法院 但是这是可以被确定的 另外呢最高法院认为 这个保证书13条的约定 他已经排除了内地法院 对这个保证书下争议的管辖权 这是2017年名声 最高院名声4205号案件 我再介绍一下最高法院对于非对称管辖协议的这个立场 Asymmetric jurisdiction clause 非对称管辖协议 那么这一次的最高院的工作座谈会记要 第二条里面他说 如果你约定一方 可以从一个以上的国家的法院中选择某国法院提起诉讼 而另一方仅能向一个特定国家的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当事人以显示公平为由 主张该管辖协议无效的 人民法院呢不予支持 但是如果管辖协议涉及到消费者 劳动者权益 或者违反民俗法专属管辖规定的 不外 这个里面呢 第二条里面出现了显示公平 那么显示公平这四个字的话呢 在不同的法律规范里面啊 它会出现 所以这个里面的显示公平的意思 当然显然不是这个 民法典合同编里面合同可以撤销的这个显示公平 还有在其他法律制度当中也有显示公平这四个字 我就不展开了 那么我们要关注的是 座谈会记要第二条 最后一句话 他说如果管辖协议啊 违反我们国家民宿法 民宿法专属管辖规定的 那么 这样的管辖协议它就是无效的 那么什么叫民宿法专属管辖呢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涉外伤势海事案件 那么 涉外伤势海事领域的话呢 你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啊 有这么三类合同的话 那它就应该是中国法院有专属管辖的 你 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是没权管辖的 当然这个并不影响 这一部分的争议提交给 党众的一个仲裁庭 斯德哥尔摩仲裁院下的一个仲裁庭来管啊 因为你这个中国人民法院的专属管辖 在这个意义上派也叫专属管辖啊 他其实没有排除这个 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这个争议 那么我记得呢 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向下的争议 如果要法院来管的话 只能中国法院管 除了这个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下的争议以外 还有中外合作经营合同 写议向下的争议 还有是中外合作 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 那么是不是除了这个三类以外的话 就民俗法就没有其他的专属管辖的规定 适用在这里了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如果去看这个江最高法院前副院长江碧兴大法官 他这个做chief editor的最高法院 对于新民俗法的一个理解和实用 另外呢我们也去看最高院这个资深的 从事社外伤势案件审判的 审宏与审法官的文章 我们要注意啊 这一条里面的民俗法专属管辖 除了我刚才说的三类协议以外 它还包括这个港口作业纠纷 不动产纠纷 和那个与继承 与继承有关的纠纷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啊 与不动产有关的纠纷 港口作业 还有继承 那也是中国法院专属管辖的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那个 刚才第二条里的专属管辖 应该如何来理解 那么社外专属管辖的话 它其实并不排除国际仲裁机构的管辖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实例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 金星公司和宝腾公司签了一个合资合同 EJV合同 约定合同向下的争议是新众管辖 金星公司又和马来西亚汽车公司签订了备忘录 说合同双方均可向中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并使用中国法 后来这个三方签订了一个终止协议 这个终止协议的话 他就把原来的合资合同和备忘录当中的 这个管辖条款全部都废了 他说 所有的争议 终止协议下的争议 应当依据现行的 uncitrant仲裁规则提交 仲裁解决 指定机构为港众 那么两兆的争议就是 你这个EJV合同向下的争议 能不能交给港众去管 那么最高法院说你这个专属管辖的话 只是排除了域外法院的管辖权 你不能排除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仲裁机构的管辖 这个也是一直以来的立场 这个不是新的立场 我只是拿了2020年比较新的最高院的一个一个二审案例 来印证这个观点 我用这个案例呢来印证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 社外案件当中中国法院的专属管辖并不仅仅针对于EJV合同 CJV合同 中外合作 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 还有三类合同 我们千万注意 也是中国大陆地区法院的专属管辖 比如说柳州中院的这么一个案件 那么这是涉及到一个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个房屋的确权纠纷案件 房屋呢在广西柳州 但是呢居然这个台湾地区的法院呢裁判了这个案子 然后呢一方当事人的话 依据这个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那个安排 来申请柳州的人民法院呢来认可和执行这个案件 那么柳州法院说这个不行 因为你这个违反了民宿法33条的这个专属管辖 专属管辖 好 我再介绍这个非对称管辖学义 在司法事件当中 法院是如何来裁断的 这一页的演示文件上 是广东高院2015年的一个二审案件 这个案件里面呢 他是说那货方这个和陈运人之间他可能发生争议 这个陈运人的话呢是法国的达菲海运 货方的话呢是厦门的一个公司 这个海运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里面 他是说本运单证明的运输合同下的所有针对货方的索赔 英文可能是claims 因提交给马赛商事法庭 或由陈运人全权决定提交给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 那么广东高院说 现在这个案件的话呢是陈运人提出来的 因为你这个管辖条款已经写得很明白了 陈运人有权决定把这个争议提交给马赛商事法庭以外的 其他法院来管辖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另外呢 针对这个货方提出来的说 这个是一个非对称的管辖协议 显示公平不应该有效力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看这个约定的话 他也没有说如果你货方 对陈运人提起这个任何的这个claims actions到底哪里的法院有管辖权 可能在这个问题都是比较模糊的 没有约定的 但他至少也没有说啊 不仅马赛商事法庭有权管 而且这个货方可以全权决定交给马赛商事法庭以外的 其他法院来管都没有啊 他也没有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有权管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国家司法实践中认定的叫非对称管辖协议 那么广东高院说呢 你不能说这个因为是个非对称管辖协议 损害了你货方的利益 呃 成员人不能到中国大陆地区来告你 这个案件的话 它是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国家高层级法院认可非对称管辖协议效力的一个例证 刚才是广东高院的案件 近期的话不但不见高院啊 也有这样类似的案件 保证人施谋向传东出具了一个个人担保书 管辖权条款他这么约定啊 他说担保人同意香港法院拥有排他管辖权 注意啊他用了排他管辖权 同时还约定并不限制传东在其他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这个案件的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并没有这么来解释 他说你既然担保人同意的是香港法院的排他管辖权 那么你排他管辖权的话 怎么还能够让传东在其他地方再去提起诉讼呢 他没有采取这种 而是说这个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认为 都更多的关注到逗号后面那句话 他说这并没有排除债权人选择向香港以外的法院的起诉的权利 其实我觉得不是并未排除 其实明文约定给予了债权人这个权利 像香港以外的其他法院的起诉 那么这个条款是有效 条款有效 因为一般的在合同解释的这个立场上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中国的这个司法事件中的慢慢也在引入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他有什么观点呢 一个呢 从合同解释的角度 因为你管辖权协议啊 他也是协议的一种啊 一个叫giving effect to all terms 就尽量的使合同里面的所有的条款 或者某一个条款的所有部分都有效力 而不是轻易的认定这个协议当中的某一部分的条款 无效 或者呢是这个罪文啊 写了也等于白写 那么最高法院呢 是在通过一巡的 我记得是2014年15年的一个案件 刘贵祥刘专委 做这个审判长的一个案件 建行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方当事人 确立了 或者展示了中国法官 他们在司法事件当中 也是完全接受合同解释的这么一个原则 就giving effect to all terms 我们所的合伙人郑任郑任浩郑律师和我呢 有一篇英文的文章 专门介绍这个案件 里面合同解释的这么一个规则 另外的话呢 这个普通法地区的话 他在合同解释方面呢 他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合同条款 或者一个合同条款的一个部分 可以把它解释成有效 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无效 那么尽量把它解释成有效 不要把它解释成无效 而且呢我记得这个最高法院前副院长罗东川 在我们国家外国投资法 外国投资法的这个司法解释 开始实施的那个时候 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 向这个媒体 向社会讲呢 人民法院在裁断 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的时候 要尽量的维护 要尽量的维护合同的效力 那我想呢 罗东川法官 他讲话的场合 是针对着某一类的商市合同 叫外商投资合同 但他其实这个上位的原则 就是在解释合同的时候 如果你有两种方法 你有两种解释的结果 第一种结果使得一个合同 变成一个合法的合同 第二种是一个不合法的合同 第一种是导致它有效 第二种是导致它无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法官应该尽量去采用第一种 使这个合同合法 使这个合同有效的解释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是用第二种解释的话 其实这个是有乖常理的 而且往往呢 如果用第二种解释的话呢 他往往就是保护了刁民 放纵了两名 我觉得所以从常识出发 也应该采第一种解释 那么好 因为我今天主要不是讲合同解释 我还是接着跟大家一起学习 最高院的这个民事庭的座谈会纪要 在这个案件当中 厦门海院和那个福建高院 也是认可非对称管辖权条款的效力 不方便法院 不方便法院呢 在04年05年的时候 就出现在我刚才提到的最高法院民事庭的那个两个文件当中 05年的那个第二次的座谈会纪要里面的这么一些规定啊 和 和近年的规定是比较比较相似了 因为有一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宿法解释的一个规定 一个最新的规定 这个规定里面呢 他提到了 车外案件 如果呢中国法院在有管辖权的情况下 注意啊在有管辖权的情况下 如果同时符合 123456这个六大特征的话 那么如果有一方当事人就是被告也提出来说某一个外国法院来管辖这个争议更方便的话 那么中国法院可以说我是不方便管辖的法院 这个请原告到其他Jurisdiction的法院去告这个案子 我想还是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讲一讲这个123456这六个条件 首先你当然被告得提起来 对吧 另外的话呢 这个你没有一个choice court agreement 说约定中国法院来管辖 同时呢他也不是那个六类中国法院专属管辖的 那么还有456我们从具体的案例来看一看 待会我们看一看 那么 不方便法院不方便法庭这个概念呢 他肯定是一个普通法下的概念 我们从普通法的这么一些制度当中引进来的 我们看啊 Black Law Dictionary最新的2019年11版里面 他特别强调的是这么样 他说这个内国法院的话 他可以may divest itself of jurisdiction if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litigants and the witnesses 因为在普通法下 审理这个案件的话 他为什么会这些比较复杂的伤势案件 一开庭就开个五天 开个15天 乃至开个50天呢 大量的时间都用于这个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 还要接受对方出庭律师的盘问 可能还有法庭的询问 那么这个证人的话呢 winnesses 他既包括案件里面两兆请来要作证的事实证人 也包括两兆去请来的这个专家证人 当然专家证人也可以是法庭去指定的啊 但是在实验当中更多的是两兆分别去指定的 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最高院民事庭的文件里面呢 他没有专门提到这个证人作证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国家人民法院的这么一个做法 我们都知道没有那么多的事实证人 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但是他也提到了这个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 是否会存在重大困难 这个跟普通法其实是有所差别的 那么我把这一部分域外法院怎么处理的 大致介绍一下以后呢 因为一个小时了啊 我们就休息几分钟根据组织者的安排 那么最初据说是187几年啊 苏格兰法院有用不方便法院这个原则来审理案件的 那么英国的话呢 这个1982年他也有一个成文的规则里面 提到了不方便法院 在美国的话呢 这个1947年的这个案件的话是 是比较比较知名的啊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件 它叫Galph Oil Corporation的案件 你看因为在普通法系的法院 审理案件的话 他这个证人出庭作证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还有其他的不同于我们国家的 这个证据制度的其他一些取证方面的 一些规则 所以法院在考虑私人利益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取证的难以程度 强制证人出庭程序的可适用性等等 那么当然你在考虑公共利益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法院案件羁押的情况 然后解决案件争议的准据法 是不是为那个美国法院所熟悉啊 等等还有其他一些一些因素 宋达的可能性也应该是考虑的 那么美国的话呢 他80年代还有一个案子啊 涉及到一个在苏格兰的一个飞机失事 当时呢一开始把这个案件交给美国法院去管 但美国法院说我显然不是这个方便管辖的法院 你们应该到苏格兰的法院去管 因为那个飞机失事 那个事故是出现在苏格兰的 那么这个案件的话是个英国的案件 我在这一页演示文件上呢 也列了一个香港的案件 英国的这个Hands of Law 他的一个判断标准说 是否有另一个具有管辖权的法院 更适合审理该案件 以达到保护所有当事人利益 和实现司法正义的目的 好了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我现在正好三点钟 三点钟 我们就休息一下 我们今后组织者的安平 好 感谢秦律师精彩抢作啊 请您稍作休息喝口水 然后呢 我来做一下这个我们下一次的活动预告哈 嗯 大家可以看这个 看这个海报 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呢 是这次座谈会会议纪要的12条 12条呢 是一个新的制度 12条是一个新的制度 非常重要 他说的是 人民法院对一个外国的自然人 采取以下四种方式 宋达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过往的 这个民苏法 民苏法司法解释 最高院的会议纪要里面呢 其实他没有 没有这部分的内容的 个案当中似乎也没有看到过 因为宋达他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么哪四种方式呢 第一 如果这个外国的自然人 在中国境内 他设立了一个 他的独资企业 独资企业 那么可以向这个独资企业送他 第二 如果这个 老外 在中国企业当中担任法定代表人 或者董监高 这个很重要 那么如果 人民法院向他担任 法代或者董监高的企业送他 就等于宋达给的那个外国自然人 第三 可以向他同住的成年家属转交宋达 那么还有呢 按照能够确认 这个受宋达人 收习的其他方式 这条 很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过往呢 2020年的话 最高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呢 他只是说 如果作为受宋达人的自然人 或者呢 企业里面的法代 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那么当然我是可以向他们来送他 对吧 但是呢 2020年的这个宋达司法解释 也没有说 你只要担任董监高 那我向这个企业送他 就等于送他给你自然人了 这个是没有的 第四条 这个呢 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啊 如果这个境外的被告吧 通常是 如果在他的授签委托书里面 明确表明 他的诉讼代理人 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以外 否则的话 你这个境外的这个当事人 一旦任命了中国某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是他的诉讼当中的代理人 不管你是一般授权 还是特别授权 除非你明确排除他 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的 这么一个权限 否则的话 只要中国律师有这个身份 诉讼代理人的身份 那么你就是他的诉讼文件的 受达代理人了 送达代理人 当然第一次 人民法院要送达那个诉状副本案 证据的话 那么 几乎在这种情况 几乎是被告是 没有在中国会有那个 诉讼代理人的 但是一旦这个程序开始了以后 就没有问题 这个案件很有意思 这个案件呢 日本法院 江苏高院的一个案件 江苏高院就是说 你那个powerful attorney 没有排除律师代为接收司法文书 所以呢 我人民法院只要把判决交给 你的国内的律师代理人 代理人签收了 那就OK了 境内律师签收 就等于你境外当事人签收 这个没什么好 讲的 这个因为 那么还有这个像代表机构 分支机构 业务代理人的这个送达 这个因为已经有这么明确的规定 我就不讲解了 我做重来讲这么一个案例 2016年最高院有一个案例 中货公司是新加坡中远公司的 这个货运代理人 那么最高法院就认定 涉及新加坡公司的 法院文书的送达的话 你只要交给了中货公司 就等于送达给了新加坡的中远公司 这是2016年的 但是呢 要注意啊 最高法院的这个案子啊 它是用了 其实是用了海事诉讼 特别程序法里面的 一条规定啊 用了海事诉讼 特别程序法的规定 不是用的 司法文件里面的规定 那么还有一个案子呢 非常蹊跷啊 这个澳大利亚的杨某 他向法院呢 提供了他在澳大利亚的地址 但是因为有type 因为有这个打字错误 所以呢 澳大利亚邦部中院 根据杨某自己提供的澳大利亚地址 向他寄送传票呢 这个杨某居然没收到 那没收到的话 当然就法院只能做出缺席审判 做个在缺席审理的情况下 做出个判决 那么最后呢 安徽的法院说 你这个给人民法院的地址居然是错的 活该 这个法院已经按照你写的地址送过去了 我想特别同大家分享的一点呢 是要在协议当中约定这个process agent 这一点的话呢 也是从普通法学来的 我2002年的左右呢 我就注意到啊 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司法案件 在这个中国的司法案件当中呢 中国的人民法院是认可在协议当中 有这么一个诉讼文件 送达代理人process agent的这么一个约定的 这是我08年写的一篇文章 我08年的时候呢 这个焦总行让我起草他们银行的 那个出口信贷买方协议的这个格式文本 那么因为考虑到一般来说银行的话呢 他都是倾向于用法院来解决争议 不是通过仲裁来解决争议 但是呢 你这个lander是一个中国的银行 borrowed是可能这个一个东盟国家 那怎么办呢 你有可能这个注送文件的送达 就要半年一年的时间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借鉴了2002年 北京二中院的那个案例 以及普通法下的贷款合同里面 他一般呢都会有这个process agent 的这种约定 尤其是你这个借款人 是一个域外的 是一个域外的这个主体的话 他通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安排 所以我觉得process agent 的话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 到了2022年 我们这个律师起草合同的时候 还没有把这个process agent 把它给放进去的话 那么以后债权人他要提起诉讼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责怪 day one 帮他起草交易文件的内部律师 或者外部律师 因为今天已经到了2022年 不是2002年 那么2002年的这个北京二中院的案件里面呢 他有这么三方当事人 银行是中国国内的 借款人主债务人呢 也是中国的一个酒店 那么他有一个股权出置人呢 是一个香港公司 是个香港公司 在这个质押担保借款合同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条款 说香港公司授权 就出置人 授权这个borrow 签收各种司法文书 那么最后呢 北京的法院是认可这么一个条款的效力的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不仅在交易文件当中要写清楚 你比如说借款人 他这个指定北京市的某某某某律师事务所 或者律师事务所里面呢 某几个律师是他的process agent 同时呢 为保险起见的话呢 还应该让那家律所 或那几个律师呢 确认他们接受这么一个appointment 他们是确实是愿意来担任这个某一方主体 涉华司法程序里面的process agent 我们看目前的中国的主要的商业银行的这个出口信贷 买方信贷协议文件里面 基本上都有这个process agent 的条款 都有process agent 的条款 否则会非常麻烦 这是英国高等法院的一个案子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的话呢 我就不介绍了 这个在英国的话 你甚至可以做一些对债权人更有利的一些安排啊 但是我也怕这个误导啊 误导 所以这个就跳过不讲了 司法协助条约和海牙宋达公约啊 前年的话我们国家有一个关于宋达的这个 司法解释的一个修订文件 那么这个里面呢 非常强调 如果有双边的司法协助协定的话呢 那么要按按照双边的司法协助协定来送达 那如果说受送达人所在国是海牙宋达公约的成员国 那么可以按照公约规定的方式来送达 这是一个美国的88年的这个最高原的案件 一个美国人呢 认为德国大众的车辆瑕疵导致了他的父母呢 这个申雇 所以这个美国人呢 向德国的大众汽车提起了诉讼 被告是德国大众 那么怎么送达呢 是向他的这个在德国大众在美国的子公司 寄了这个起诉状的副本 那么德国大众说呢 你这个没有成功送达 你凭什么说送给我的子公司 就等于送给我了呢 对吧 我们都是德国美国都是海牙宋达公约的 这个成员国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美国法院说你这个子公司的话 收到了这个文件 但是没有理由不交给母公司的 这个英文的话判词 法官在判词里面说 他是你你是这个involuntary的agent 所以美国法官说你已经完成送达了 交给他的子公司 等于给了他的母公司 那么还有一个案件 涉及长州华文公司的一个案件 另外一方的话是Lockfeiler 一个美国公司 他们签了一个协议 那个协议名称叫MOU 这个协议里面有一条 说他们双方之间呢 他们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通信往来的话 应该根据联邦快递 然后呢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 另外呢 他们又说我们都愿意服从 加州法院的管辖等等 然后呢说我们如果有实体争议的话呢 应该交给James来裁决 那么后来呢 这个Lockfeiler就 在James拿到了一个缺席的裁决 拿到了一个缺席的裁决的以后呢 他就是要去这个 申请承认执行去申请执行 那么 Lockfeiler呢就根据MOU里面的这个约定 把那个约定给美国法院看 美国法院呢就根据Lockfeiler 和长州公司之间的约定 通过了联邦快递啊 电子邮件啊 然后把那个执行申请啊 传票啊 发给了这个长州的公司 但是呢 长州的公司呢就没有应诉 没有应诉的话呢 那么美国法院就确认了 这个 裁决了 又过了一年的话呢 长州的公司说你这个宋达啊 违反海牙公约 因为中美都是海牙公约的参加国 你怎么能这么宋达呢 所以这个宋达无效 宋达 美国加州的最高法院说啊 你们 我关注到你们在MOU里面的协议啊 接受加州法院的司法管辖 另外呢 你们两兆啊 对这个用联邦快递进行通知啊 来代替正式送达啊 就是 其实这是加州法院对这个协议的一种解释 加州法院的解释就是说 你们两兆之间用联邦快递来送达 也能够延展到 在承认执行的这个阶段 美国法院 从洛克菲尔申请的那边 拿到了长州公司地址以后 法院 把那个司法文件 通过两兆之间约定的这种送达方式来送达 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 加州最高法院说 这个不应当适用 海牙送达公约 他说像你境外邮寄这个文书 也是属于通知 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 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案件 那么另外有一个案件呢 是一个日本籍的被告啊 他向中国的最高法院提供了他的日本的邮寄地址 也明确表示接受最高院邮寄送达 然而呢 在这个执行阶段呢 这个日本的被告呢 他又说哎 不对不对 他说日本和中国都是海牙送达公约的参加国啊 他说你这个中国法院的送达没有按照海牙公约来走 这个不行的 但是中国的最高法院说你都已经明确的向最高院提供了你的日本邮寄地址 也表示接受最高院的邮寄送达 你怎么还能出而反而这个毫无诚信 禁止毁言 你应该这个信守你前面做出的承诺 所以这个送达是有效送达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两个案子都是跟海牙送达公约有关的啊 待会我还会讲几个呃中国法院的案件看看海牙送达公约在中国目前到底是怎么适用的 因为呢我们能查到04年的08年的10年的很多中国中级人民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的这番一个裁定 所以在那些裁定当中啊你经常会看到这么说啊中国法院这么说他说啊你这个德国法院啊或者日本法院你这个送达的话没有按照海牙送达公约来啊中国和日本都是海牙公约参加国你这个送达不按照公约来是对中国司法赌权的侵害所以呢这个不能承认执行啊不予承认执行是这样的但是最近十年来其实 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涉外诉讼证据里面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要点2001年的规定呢是一条呢他说所有的意外证据都要公正认证 但是到了05年的时候呢最高院的文件呢他其实是规定你只有跟身份有关的文件一定要公正认证其他的话呢那么 法院可以来说明啊到底要公正还是不要公正 从05年的最高院的文件来看其实似乎法院有这么一个市民的义务的啊有市民的义务的你不能搞裁判突袭的但实践当中可能要这么做也不容易 另外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啊设港澳台的这么一些在港澳台形成的这些证据的话他也有另外的规则的啊也有另外的规则啊不不不是是用这个可能是一条啊 还有19年的新证据规则的这个16条啊我们注意第一港澳台里外第二这个身份文件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再看新证据规则19条 他说新证据19年的新证据规定的16条 他说域外公文书证应当公正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公正认证 那么第二呃邓昊以后的那个是是过往就是一直这样的啊但是他强调公文书证应当公正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座谈会记要的16条什么叫公文书证 法院的行政机关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的这么一些文件啊 还有这个出生死亡证明啊婚姻状况证明啊这些叫公文书证你必须得公正的 没有说其他的一定要公正啊没有说其他的一定要公正 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因为公正的话呢他有所谓的普通法的这么一种做法和那个拉丁做法和英美做法不一样 英美的这个公正的话他一般就是签字属实公正 啊复印件跟原件一致这一些 但是呢在中国的话根据中国的这个公正条例啊 呃司法部的规定啊或者最高院的这个要求啊做出了那些公正的话 他其实是要对一个合法性和真实性都要做公正啊 这个也就是说英美更多的是刑事审查 中国呢更多的可能是实质审查 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呃我注意到这个案例呢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是世界银行下面的国际金融公司在绍兴中院的十多年前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涉及到外国法的查明 那么原告的话呢 律师最后就请了 Alan Overy出了一个法律一件书 说来证明美国纽约州法律的一些内容 但是呢很不幸 最后呢绍兴中院没有admit这么一个证据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法律一件书是境外形成的 啊你没办公正认证 所以我不予采纳啊 那么我注意到很多时候国内的人民法院的话呢 他不希望单凭一家外国律所的这么一个法律一件书 呃就 说我已经查明了外国法的内容了 但是呢用这个原因 说你法律一件书没有公正认证 啊我这是只谈到过这第一个啊 可能也是唯一一个 意外证据的证明力的话呢 呃2016年的这么一个大力船务和阿克鲁斯 公司之间的案件呢是登在了人民法院案例选上啊 是天津中院的一个二审的一个案件 那么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要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里面既有公正认证的两份报告 也有这两份报告出具以后 当事人这个原告又向法庭提供的这么一些账单啊 评证啊发票啊等等 那么因为他的两份报告的话呢 此前已经公正认证了 这两份报告里面呢 这个附件呢也有一些账单凭证 所以在这两份报告公正认证以后 原告再向一省法院提供的其他这么一些证据呢 他其实是已经没有公正认证啊 没有公正认证 那么所以呢 实践当中就有就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是不是说 预外证据公正认证以后 他就有更强的证明力 第二公正认证的预外证据 是不是他就无证明力 没有公正认证就没有证明力 第三呢 如何认定没有经公正认证的 预外证据的这个证明力 其实实践当中有这么几个问题 我们看16年这个天津高院的这个案件 因为他也放在了人民法院案例悬案里面 所以应该也体现了这个最高院的司法研究所的一些观点吧 他说你在境外进行公正 这个公正可不是我们国家民宿法69条讲的我们国家公正机关的公正 你并不构成一个免证的法律事实 你还是要接受挑战的 所以他首先讲境外公正认证 和我们国家的公正机关的公正不是一回事 第二的话呢 在那个案件当中 天津高院说你没有办理上述手续的预外证据 比如说这个两份检验报告出具以后的那些单证 并不当然丧失他的证明力 那么他是不是有证明力呢 反正人民法院得考虑很多因素以后来确定 是不是能够赋予他证明力 另外的话也得看这些没有公正的文件 和其他已经公正认证的预外证据之间 是不是能够这个互相印证 所以呢 法官说并不能够简单的 因为这个预外证据啊 没有经过公正认证 就简单化的说 你就没有证明力 人民法院仍然应当组织当事人进行制证 并且结合其他证据 对相关事实予以综合的审核认定 那我觉得对这样比较复杂的案件的话 其实在正式庭审以前 对吧 应该有那个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然后呢 法官的话也听取两遭意见 最后呢 也也应该这个示明一下 那些证据是不是应该要公正啊 不公正的话 是不是你要考虑 未来这个法院不admit这样的证据的风险啊 对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 这个停前程序的目的之一吧 因为你如果等到这个案件完全审理完毕了以后 此前法院法官从来没有示明过 然后你说因为你没有公正认证 所以这个我不admit他 我觉得多多少少啊 对当事来说 对他们的代理来说也有点小小的冤枉可能 我们看2019年的新证据规定 16条以后的两个案例 都是最高院的案例 在这两个案件当中 最高院说 你如果是美国法官的指 美国法海关的指令 或者参考文献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公文件啊 公文书证 你这个不正 不在域外公正认证的话 那我怎么认可他的 这个不能够接受这个证据 不能采纳这个证据了 另外还有一个案件呢 这个最高法院说你墨西哥公正机关 对墨西哥这个检查总署出具的 官方确认文件的公正材料 他说呢也不符合我们的规定的证据形式 因为他这个没有根据中国法律来做 必要的公正和认证 对于公文件来说的话 这个公正认证非常重要 第四 是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试用 那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试用呢 我们知道是三步走 三步走这个我就不讲了 第三步走的话呢 还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呢 我注意到有一个多年前的辽宁法院 判了一个案件 他是一对老华侨夫妇 旅居日本多年 那么那个丈夫呢 他是哥哥 然后呢 他把这个比如20万台币 或者多少钱送给了他在沈阳的一个弟弟 他的弟弟呢是中国人 那么关于那个案件的话呢 就是法官根本就没有用那个三步走 结果直接呢 就是用了这个中国法律 那么中国应用司法 研究所在写那个案例平息的时候呢 就批评了这个辽宁法官的这个做法 说这个不对啊 你首先应该识别 那么如果识别的话呢 你怎么去识别呢 你这个是一个正义合同吗 还是说应该把它识别成一个夫妻共同财产呢 对吧 你能把它识别成 你如果认为正义的重心是在那个正义合同 那么和你把重心认为这个正义的重心 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首先得对这个争议的问题进行识别 识别了以后才能确定是用什么冲突规范 对吧 比如说2010年的我们有冲突规范法 还有那个司法解释 然后再看冲突规范指向的实体规范 所以这叫三步骤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啊 其实在仲裁当中 设外的仲裁当中 仲裁亭 他其实 适用一个实体规范的话 他没有说一定先要确定适用何种冲突规范 什么seet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冲突规范 然后再适用实体规范 这是没有的 这个是仲裁跟诉讼的一个差别 但是内国法院做诉讼的话 那应该就是三步骤 三步骤 还有一条 一条18条 就是座谈会计18条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过往的 这个80年代中期的民法通则142条 他也讲了国际条约的实用 但是呢 他又说如果国际条约 没有规定的话呢 那就使用国际惯例 另外呢 也说到如果中国法院 法律没规定的话呢 也是用国际惯例 但是呢 142条呢 他在民法通则时代是有的 但到了民法典时代呢 民法典里面没有这条条款 这变成一个空白了 那么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座谈会记者18条呢 他这么讲了 他说这个条约 中国地界参加的国际条约 优先适用 那么如果没有规定呢 他没有说是用国际惯例啊 他说的是人民法院 根据这个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适用法等法律的规定 就根据冲突规范吧 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那么如果这个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是中国法律 那么如果中国法律还是没规定怎么办 适用国际惯例吗 那还是没有规定啊 没有规定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留待未来的司法实践 所以我们要看未来的这个案例 尤其最高院的案例 那么这个就是三步骤定性 一方呢 说是委托投资 一方说是居间 然后一中院跟这个普通法院的定性不一样 这个我刚才已经拿了辽宁的案件做例子了 不展开了 这个是试用法 这个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试用法41条 在实践当中呢 我们也经常用的 大家耳熟能详了 就不讲了 那么这个案子呢 也没有什么争议啊 因为你有明文的预定 所以是用中国法 这个我们也简单的过一下 这个是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如果说啊 两兆没有选择使用法律 没有说香港法 纽约法 纽约州法 或者PRC law 是Governing law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41条在实践当中呢 我看啊 只要跟中国 有点内地 有点联系的话呢 总体而言 法官最后是适用PRC law 但是呢 也有一个例外 也有一个例外 这种例外呢 也不太好找 这个例外的话呢 是这个 一个美国律所 达维 和那个天威公司 签过这么一个合同 那么 后来的话呢 这个 达维 天威公司完成并购以后 就去告达维公司 有这个professional negligence professional liability 但是呢 他是可能根据合同来告的 告他的违约责任 告他违约责任 他说你这个 达维律所出的 legal opinion 你居然没有发现 这个目标公司的主要合同 存在重大瑕疵 那么北京高院呢 就认为 你这个engagement letter里面 没有这个gowning law 那么考虑到 你提供的是美国法律服务 然后这个 并购的标的公司在美国 closing的完成也在美国 那么美国的法律 标准 用美国的法律标准来判断 这个律所的法律服务 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他说本案的准据法 就是美国 或者美国某个州的法律 他判决书里面说的是美国法律 其实可能应该是美国某个州的法律 更为妥事 那么最后呢 我跟大家 再学习一下 这个司法文件里面的 这一部分内容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 国际司法 对吧 第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也就是承认与执行 我给大家一个hyperthetical的 这么一个案子 我们来看看 最后中国法院会不会因为这个宋达 没有依据中国和美国都参加的海牙公约 就说违反中国司法主权 不能承认于执行 我们说这是一个伤势案件 被告呢没有道庭 被告他也不想道庭 对吧 法院呢 他最后可能做了一个缺席判决 那么这个美国联邦这个一个地区法院 加州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呢 是裁判法院 原告是美国人 被告里面呢有一个中国人 可能还有其他的中国公司 美国人啊 还有其他被告 多个被告 那么当时两年前的话呢 加州法院采取了多种方式 批准原告 对被告进行送答 比如说第一呢 通过这个案件当中 其他被告的美国律师 对这个中国的自然人 做了一个送答 另外呢 原告向加州的那个联邦法院 联邦地区法院提供了一个情报 说这个被告这个中国自然人啊 他在某个美国公司当中持有股权 他是这个美国公司的股东 可能还担任的这个董事 那么所以又向那家美国公司送答 第三 加州的联邦地区法院 还在华尔街日报 做了一个公告 通过公告送答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了 就是说第一 这里面涉及到承认于执行的时候 要看中国跟美国之间有没有条约 那么显然中国跟美国之间 关于承认于执行 是没有双边条约 对吧 没有双边条约 那没有双边条约怎么办呢 对吧 没有双边条约的话呢 那么就要看那个互惠 对吧 根据互惠 那么这个互惠怎么看呢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 首先有条约 用条约 这个很简单 谈不上互惠 你也有条约 中国跟 中国现在一共跟34个国家之间 有这个双边承认于执行 民伤事判决的这个双边公约 那么跟主要的西方经济体里面呢 大概只有法国意大利是有的 但总体呢比较少跟美国英国德国日本 这个加拿大澳洲都都是没有的 跟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是有的 那么因为中法之间有这个双边的安排 所以这个执行的话 就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互惠怎么来用呢 互惠的话 他说根据该法院所在地的法律 人民法院做出的民伤事判决 可以得到该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 那么 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以色列 比如根据以色列的这个民事诉讼的法律 那么以色列以外的法院做的判决呢 得到他的承认与执行的概率呢 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呢 说我们国家与该法院所在国 达成了互惠的谅解或者共识 达成了互惠的谅解和共识 那么这个具体的例证呢 是说我们国家与新加坡之间 有一个双边的这么一个 MU的 有这么一个MU 它不是条约 它只是一个互惠的谅解 那么第三种情况的话 过往的话呢 它是要求这种叫事实互惠 也就是说中国法院 如果按照过往的原则 要承认于执行美国法院的一个伤势判决的话 那我们要看 申请的要向中国法院提供材料 说美国法院啊 已经承认执行过中国的伤势判决 这个叫事实互惠 但是呢近年来的话呢 降低了标准 把这个事实互惠呢 改成了叫推定互惠 所以申请人的话 他只要说我没有查到过美国法院说 因为不存在互惠 所以我拒绝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伤势判决 只要没有这种negative的反面的 外国法院以不存在互惠为由 拒绝承认于执行的案例 那就配定他也是中国法院伤势判决 他也会承认于执行的 没有必要像事实互惠一样 因为事实互惠 他是比较要求这个test是比较高的 你先要找到一个外国法院承认于执行 我们国家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案例 那么以色列总体的话 对中国法院的判决 包括其他国家的法院的判决 他的承认执行的标准是比较友好的 比较友好的 而且事实上 以色列的特拉威夫法院 也承认执行过中国江苏地区某中院的案例 那么中国跟新加坡之间 也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件 是上海一中院承认于执行的 那么上海一中院说 中心之间既有这个备忘录 用法律术语 他叫这个学理上 他叫法律互惠 这个MOU叫法律互惠 另外呢 新加坡高院也已经有承认执行 中国法院的先例 这个叫什么叫事实互惠 那么其实法律互惠 事实互惠当中只要有一个 就是充分条件了 就是充分条件了 那么中国和英国之间呢 原来的话呢 这个 过往的案件 我们去看的话 中国法院说 我们用事实互惠 我们一定要查到英国法院 承认于执行的 这种positiv的案例 比如说2004年的话 北京二中院 就说中英之间 没有这个 双编条约 也没有互惠关系 潜台词 04年说的没有互惠关系 它更多的是指 你英国的法院 没有承认于执行 我们国家的这个判决 那么但是2022年的话 就是最近 上海海事法院 有一个承认和执行 英国高等法院 一个判决的案例 所以从判词当中 从这个介绍 文章介绍当中 可以看到呢 上海海事法院用的 已经不是事实互惠 是推定互惠的 因为申请人 像上海海事法院说呢 目前没有 英国拒绝承认于执行的 这个先例 当然 这个其实是需要 被申请人去举证的 被申请人要举证 说你看 英国法院某年某月 以没有互惠为由 拒绝承认于执行 我们国家 法院民伤是判决 对吧 因为你这个消极的事实 你这个东西 怎么去证明呢 我觉得也是很难证明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 被申请人去证明 对吧 另外的话呢 这个 另外两条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没有那么重要 这个案子 大家应该都清楚 三连案 三连案呢 一开始 因为他这个飞机失事 是发生在这个中国的 然后呢 原告的话呢 他可以向加州的法院提起诉讼 加州的法院呢 他是有管辖权的 但是呢 如同 美国在1981年的那个Piper案子里面 美国最高法院最后是4比3 用了这个不方便 管辖的这么一个原理 让那个原告到苏格兰去搞 那个 因为他说那个飞机失事 出现在苏格兰 你不能因为美国的可能 赔偿标准高 苏格兰的赔偿标准地 他说我确定管辖的时候 不应该把这个赔偿标准呢 作为考量因素 我考虑到你这个 accident 是发生在苏格兰的 所以显然苏格兰法院更方便管辖 那么 这个案子的话 离开那个Piper案件 没多少年嘛 十多年 所以美国的法院也说 这个对不起啊 你这个飞机失事 不是出现在美国的 是发生在你们湖北省的 你到中国去告吧 那么这个案子 武汉中原一审 湖北高原二审 原告拿到了一个 这个针对美国罗宾逊公司的 这么一个判决呢 又拿到美国法院去 要求承认于执行 这个呢 美国法院最后是承认于执行的案件 可能是第一案 在这个案件里面也很有意思啊 这个被告也说 湖北高原的送达方式 不符合海洋公约 最后的话 这个美国法院也没理他 最后还是 做了有利于中国当事人的 这么一个裁断 裁断 没有 没有这个 这是近年的一个案子 雍润案 媒体上现在报道比较多了 这个我也不介绍 因为 时间关系啊 那么其他国家承认于执行我国 法院判决的先例 我们看现在加拿大也有了 执行判决中的这个宋达问题呢 我刚才讲了 这是三种方式 宋达 座谈会纪要四十六条 它是讲何种情况下 可以不予承认于执行 域外法院的判决 其中 第二条就是说 被申请了 未得到合法传唤 这指的就是 宋达有问题嘛 那么目前的双边 之间的 这个 司法协助的公约呢 中国法院还是很重视的 我们可以去看 刘靖东 刘教授 因为他也在最高院 明事庭曾经挂职过 他近期有一篇文章 就提到了这个案例 是中国和乌克兰 中国公司和乌克兰公司 之间的案例 那么这个里面呢 败诉的被告呢 他就说 乌兹卑格斯坦法院的送达 不符合双边条约的规定 最后呢 中国法院 最高法院就没有承认于 这双边条约啊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 那么 这是 注意啊 这个案子是2010年的案件 最近的话 你就看不到这种案件 这种判罚了 04年 08年 10年就有这个案件 他说的是 这个 被申请人说 你如果是 外国法院 比如德国法院 对一个中国被告 没有按照 两国都是参加国的 海牙送达 公约来送达 那么对不起 你在承认执行阶段 就赢不了 不过注意啊 千万注意 这是2010年的案件 那么我们再看看 10年或者12年以后的案件呢 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们看 宁波中院有这么一个案件 宁波中院有这么一个案件呢 我注意到这里面的送达的话 因为没有根据公约来送达 因为中国跟美国都是海牙送达公约的参加国嘛 原告是通过了其诉讼代理人某美国律师 向被告送达 显然不是这个公约向下的这个送达 海牙送达公约向下的送达 但是这个案子的话 其实是得到了宁波中院的承认与执行的 而且呢我关注到这个不管是2018年 沈鸿宇法官的文章 还是今年1月份刘静东刘教授的文章 他们其实在这个文章里面都不提 这个海牙送达公约的啊 另外呢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司法解释 这个司法解释怎么说的 本身也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再看这个公告送达 然后不影响青岛中院承认于执行的一个案件 韩国法院判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件的话呢 这个判决书的他的这个送达方式啊 是通过公告送达 通过公告送达 那么 申请人的话就向国内中院提起这个承认于执行的案件 最后青岛中院说 根据互惠原则因为 互惠原则呢 我们也注意到此前 韩国法院已经承认执行过中国的伤势判决 所以这个也执行了 但我们注意啊 这个公告送达的话 他也不在这个海牙送达公约的这个范畴内啊 中韩也都是海牙送达公约的参加国 那么 这个案件是一个美国法院的案件 美国法院的案件 公告送达 12年的案件 美国法院认为公告送达是没问题的 其实 送达的话到底是 我们看这次46条里面 他也没有提到 我刚才给了46条 46条里面说的合法传唤的话 他也没有提到海牙送达公约 对不对 所以基本结论就是说 你这个送达的话呢 我们中国法院要看 境外法院的判决 能不能承认执行 如果拿 有没有被合法传唤来说事呢 双边条约是要看的 海牙公约现在是不看的 而且呢 这个送达的标准的话呢 我们看审法官的文章 是应该根据 做出裁判的 那个法院所在地的法律 比如根据美国的 或者根据加州的 这个民事诉讼法 他这个送达是不是有效 但是呢 你不能违反中国法院的 最低标准 那你比如说 中国的民事诉法 如果明文的禁止公告送达 那你再用公告方式送达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记得这个刘法官 审法官的文章里面 他举的例子是说 日本的民事诉法下 他是明确反对公告送达 但是中国是允许公告送达 对不对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要注意到 这次的司法文件12条 说如果一个外国人 在中国他担任了 法定代表人或者董监高 我可以对这个企业送达 中国的企业送达 等于送给了这个老外了 那么如果说 到过来一个中国人 在美国是某一个公司的董事 然后诉讼文件 送达到了一个中国人 担任董事的美国公司 那么这个在美国 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送达你要根据 这个做出裁判的 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来 那么另外的话呢 如果中国的这个 第一过往的司法文件 民俗法民俗法 司法解释 司法文件都没有反对 这种方式 更何况今年的 座谈会记号12条 允许了这种方式 所以你不要再去拿 这个海牙送达公约来说事了 除非中国跟美国 有双边的司法协定 排除了这种方式 排除这种方式 那么 这个也很有意思 真正重要这个案子 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因为 四十六条讲的是 你在承认执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中国法院 已经对同一正义 做出判决 当然这个做出判决呢 你从文字解读来说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做出一个生效的判决 或者裁定 或者做了一个生效的明示调解书 你都不生效 那是不是要做出判决呢 这就值得解释了 所以我是注意到 18年深圳中央这个案子 我们看 境外法院的判决 它已经是生效了 在境外已经生效了 中国的法院 对于同一正义 尚在审理过程中 即使是尚在审理过程中 因为中国法院其实已经 受理了这个案件 开始了审理 所以即使 这个判决没有做出来 至少是没有做出一个生效判决 也是没有得到承认和执行的 这个案子很有意思 那么最后再简单介绍一下 内地和香港这个互相认可的案件 我刚才已经说了 最开始就说了 08年的双边安排 他说的是Soul Jurisdiction 唯一的这个管辖权 但是呢 我注意到 即使在这个司法实践中 即使在19年的这个安排 被签署以前 因为19年的安排 对这个问题没有 没有address 两地的法院 好像也不是 这么来来弄的 我们看啊 这是国内的这个 福建地区的一个中院 做出的判决 最后是positive 说能够认可于执行 但我们看一看 这个协议里面说的 是不是香港法院的排他管辖 不是排他管辖 是不是说香港法院的管辖 我们把它根据什么原则 推定成排他管辖 也不是 这个案件 白纸黑字写的 香港法院的 这个非排他管辖 非唯一司法管辖 你这不是明明跟这个08年 司法解释 这个双边安排是不一样的吗 而且这个19年的双边安排 还没签字 但是你看在司法实践中 已经是可以承认于执行 而且呢 我相信这种做法的话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这个案件的代理律师 我也没有看到案外的一些情况 也不排除这个龙岩中院 他是向上一级 乃至更上级的法院 其实他是请示过的 这个部分可能也跟中国 当然这个是还没参加 中国后来 这个也参加了 这个海牙的承认于执行 伤势判决的公约 尽管这个公约 还没有批准生效 但是其实这个司法的 这个态度啊 是在变化中的 我们再看香港的这么一个判决 香港的 他说借款合同签订地 人民法院管辖 那么签 那么当然签订地的法院 签订地就是中国大陆地区 所以呢 他是指向了Mainland China 他这个没有 也没有exclusive 所以香港高等法院说 这种情况下就是符合 08年的这个规定的可以执行的 但是呢 我们看他引用的其实是香港 他本身的对 就内地判决的这个交互强制性条例 双边安排 好吗 那么我留一点时间 看看现场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问题 好我们快速跟请律师反馈一下 我们观众的在留言区的提问 观众Lily提问 他说想请教一下 如果没有涉外因素 是不可以约定 适用外国法律 或者外国法院管辖的 反过来 如果标地物 民伤行为 主体经文海外的 是否可以约定 中国法院管辖 中国仲裁 并适用中国的法律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要看案例 我觉得要看案例 那个 但是像刚才那个一个香港人 一个台湾人的 那个案子的话 是跟中国也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呢 我们说 你从国际司法的角度上来讲 你如果是涉外合同 没有跟中国有任何的连接点的合同 要适用中国法律的话 那是可以的 对吧 当然这个这样的争议 也许是中国法院省 也许是外国法院省 这个是the choice of foreign law choice of governing law 这没问题 但是呢 你如果说 跟中国完全没有连接点的情况下 你通过一个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要选择中国法院管辖的话 这是不行的 这个其实我在前面都已经 已经应该讲过了 因为 你要选择的这个中国法院的话 你固然可以选择 但也必须是 什么被告住所地 合同签订地 合同旅行地 可被扣押财产所在地 代表机构所在地 巴拉巴拉巴拉 你如果完全是 没有这么一个连接点的话 中国法院也是 不会来 受理这个案件的 这就是刚才我介绍的 那个案件嘛 完全没有连接点 你是用中国法律 中国法院管辖不行的 好 第二个问题 吴强提问 中日之间近期是否有 相互承认 伤势判决的事例 早期的案例呢 是相互不予承认和执行的 最早九十年代 大连中院曾拒绝承认 吴强 与执行日本地方法院的判决 这个案子呢 对我们 我们这个 做跨境争议之的 这个就吴强 吴强案件 近期的话呢 韩国的 以色列的 中国法院执行过 韩国的 以色列的 新加坡的 美国的 这个海事法院 英国的 还有加拿大的 这个我们都注意到了 但是日本的话呢 至少我目前 我还没看到 我应该也是蛮 关注这方面的 这个 报道的 应该没有 对对 对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于政霞提问 在离婚诉讼中 双方都是中国人 但是呢 都在英国 有常住地 并且婚姻关系期间 产生的所有财产 都在英国 若国内法院判决 双方解除婚姻关系 国内的法院是否有权 对在英国的财产 进行分配 如果国内的法院 对英国财产 进行分配 后期关于财产的 执行问题 据了解 英国目前没有 承认中国的判决 是否是这样的呢 对 这个离婚案件的话呢 它 第一很有意思啊 离婚案件的话 它整个适用的 这个承认与执行的规则呢 它是跟什么双边安排啊 等等啊 它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如果离婚 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都是采那个一夫一妻制啊 所以你如果说是中国跟美国之间 英国之间没有双边安排 离婚诉讼当中 判两兆离婚的这么一个 decision 如果说可以不被承认执行的话 那会搞出重婚罪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一个离婚案件的话呢 它有一部分是跟人生有关的 有一部分呢 它是跟财产有关的 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 我没找到案例啊 我虽然不能够给到这个一个一个说法 还得做研究 我能找到的案例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一对夫妇 然后在国内结的婚 后来到美国去了 美国的法院呢 判决他们离婚 判决离婚这一点的话呢 你国内的法院必须承认的 必须承认的 但是呢 美国法院也对他们的财产分配 在全世界领域内的 中国美国的财产呢 做了一个判决 但是呢 这个并不妨碍 这个里面的先生或者丈夫 前妻或者前夫了 在国内的法院 重新再打一个 提起一个诉讼 那么国内的这个人民法院的判决呢 几乎是不会受 那个美国判决的这个影响的 我记得早年的话 静安区法院有这么一个案子 还登在了这个人民法院案例选上 后来还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案子 还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案子 所以呢 中国法院的这个判决 如果 如果 会不会到英国 能够得到成人执行 呃 是成问题的 我只能说成问题的 对 会 有需要 需要做很多研究 需要再做些研究 对 好 那我们再快速反馈 最后两个问题啊 接下来的问题 我们就请 呃 请律师 待会儿 稍后进我们的活动群 再回答 最后两个问题啊 他说 一个呢 是请问 外国法院在以通知形式送达 其判决在国内执行的时候 有没有困难 这个标准是什么 我刚才大致讲了 第一要看 中国和那个外国之间 有没有双边的协定 如果中国跟乌兹贝克斯坦 有双边协定 那你如果违反双边协定的话 那你就完蛋 但是呢 其实 你不用去关照到这个海牙公约 是怎么规定的 另外的话呢 最高院说 这个通知的话 首先必须是你这个外国法院 所在地的民宿法 所认可的一种通知方式 对吧 另外的话呢 这个也不能跟中国的民宿法 民宿法司法解释 最高院民事庭的会议 叫相冲突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要注意啊 你这个根据司法解释的话 你外国法院 必须在他的判决 必须在他的判决裁定里面 要写清楚 我这个通知 或者这个法律文件的送答方式 是符合我们国家法律的 你如果这点不写清楚的话呢 根据司法解释 有可能还要再出一个什么证明文件 来证明这种送答是OK的 那如果我们作为律师的话 考虑到一个外国法院判决 未来的中国执行的话呢 就通过这个案件的境外的这个代理人 看守 要将这个法官讲 你看中国的这个民宿法司法解释 533条有这个规定 所以你得在判决书的某一个部分 讲清楚这个送答通知送答 是符合比如德国的 或者德国某个州的民宿法 对 这样就不会有困难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会议纪要第八条规定 一次性授权诉讼代理人 代理多个案件 据起适用中 这里的多个案件 需要明确罗列各个案件的 原告被告名称吗 还是可以列明某一类案件 比如买卖合同 而不列明各个被告的名称 也许案件还没有被提起 所以被告还未确定 以方便 后续使用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一定是case by case的 我大概在二十多年前 95年吧 我代表一个北欧的一个船运公司啊 他们因为在中国也有个代表处 然后发生一些争议的话呢 那么就需要他们给我出那个 power fraternity 而且还要公正认证的 那么如果一个案件 一个案件 一个案件 单独的来出这种授权委托文件呢 好麻烦的 所以呢 我就让他们出一个这个叫什么 一个general的这么一个power fraternity给我 所以呢 为了这个这件事情呢 我是专门跟上海海市法院的这个 立案庭的这个老师 跟他们的法官是沟通的 所以呢 这个到底要细到什么地步啊 等等啊 这个 我相信有可能这个案子 有可能我们做被告 或有可能未来一年两年提出来 你怎么可能在day one就把这些东西都完全明确呢 这个其实是做不到的